尼日尼亞的博科聖地激進分子星期一 在尼日爾和赫麥龍發起新的襲擊 同時,博科聖地頭目揚言要打敗與該組織作戰的士兵 據上傳到Youtube的新視頻顯示 博科聖地首領阿布瓦加爾謝巧 嘲笑該地區為與伊斯蘭激進分子作戰而集結的部隊 在上星期六,尼日尼亞、尼日爾、詐德、赫麥龍和貝寧 決定組成一支8750人的反擊進分子區域聖聯軍 據目擊者說,博科聖地武裝分子在星期一 襲擊了尼日爾東南部城鎮敵法的一座監獄 但被尼日爾軍隊擊退 另外,來自黑麥龍北部的報道說 擊進分子星期一劫持了一部巴士 上面最少有18人 貨澤成的一名居民對美聯社說 擊進分子將這部車開往尼日尼亞邊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